我国疫苗接种率与日俱增 但是距离群体免疫的目标还有漫漫长路 一对华裔男女就看准了部分民众交集 等待接种疫苗的心态 竟然在网上以450令吉到800令吉的价格 出售疫苗配套最终落入警网 伍迦曼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卡玛丁表示 警方是在接获了一名医护人员的投报之后 开档调查发现 26岁和27岁的嫌犯 透过脸书和拨打电话 联络有意接种疫苗的人 本地人接种疫苗收450令吉 外籍人士则是800令吉 一旦对方同意就会协助他们 在雪州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下注册 买家在成功预约之后才需要付费 两名嫌犯声称已经有超过30人主动联系他们 当众有意成人更是表示有意购买配套 卡玛丁促请民众不要轻易上当 并时刻关注全国免疫计划的最新进展 以免让有心人得逞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欺骗以及第511 企图犯罪条文 严扣两名嫌犯协助调查